因为你在海外很多国家生活过 包括你在美国 加拿大也生活了很多年 那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看待这个中西方教育 特别是在这个未成年人 我指的是比如十几岁的小孩以下 第二个问题是 你现在讲的基本上是属于 富人阶级的精英式教育 有什么普通人能借鉴的方式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属于 比较中立的一个人 不管是北美的教育也好 中国的教育也好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的能力 很多人都说北美好 中国一点都不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片面的 北美的优点是 给孩子更多的天性 放飞天性 让他自由 然后让他有更多的创造力 而中国呢是知识的一个东西 就是让你孩子 就是每天考试 学习这了那了 而北美有时候不太好的 相对来说 孩子就是可能在起始阶段 就是因为他们不像中国的那些上学 还有很严格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每天要写作业 不写作业 能要受到批评 非常有严格的一些 纪律 规则 而北美这边的孩子 相对来说 懒散一些 各方面的 比如最简单的 我能看出来 这边有偶尔会来一个 从中国新移民过来的孩子 已经成熟一点的孩子 和在这儿 加拿大温哥华 当地成长过的孩子 那种状态 那种各方面都是 你会感觉他经过军事化训练过的 而北美这边是比较随意些 当然你说他有好 到底哪个好 这个是因人而异 其实我个人觉得 说到底 北美好还是中国好 是取决于家长 你这个家长如果很认可 北美的这种交易理念 就让孩子这样 如果你这个家长相对来说 认可中国的交易理念 你就让孩子回中国 因为如果你是个很认同中国的理念 而你要把孩子送到西方的话 孩子长大了 你会觉得他的这些所作所谓行为习惯 你根本都不理解 你觉得把他送出去是个错误的 那样你也会很难受 你也不会给他鼓励 而如果你喜欢的是西方的这种东西 你回到中国 给他那样的教育 你也觉得他那样是不对的 或者也把他天清没有释放 我个人觉得孩子这么小 他没有选择能力 就是取决于家长 家长喜欢什么 就给他弄 没有对错 中国也出来很多成功的认识 国外也出来成功的认识 选择了基本上 这个和孩子上学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和全世界任何事情都 你最终的考核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是学跑步 你的目的就一个 看谁跑得快 而在中国 看一个孩子是否与好 在学校就是个考试 因为他的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每一学期的考试 所以家长就是为了奔孩子考试去的 这个是没有错的 没错也没错 而在这不是的 因为在这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就这边在西方的孩子每一个学期末以后也有个成绩 他的成绩不是像中国最后有个情况考试 你考10分就10分考100分就100分不是的 他是根据你每周写一个作业 比如你这周写这个作业 占总成绩的可能5%10% 下周占5%10% 他要保证你平时每周都是好的表现 标准 不会因为你最后一次考试考不好 就是否定了你一个学期的东西 而且呢 他包括有什么文体类的 或者是数学类的 或者什么学校所考核东西 和中国考核东西不一样 而因为考核的东西不一样 中国的家长必须为了那个考试去干这个事 而这边的家长是为了考藤校而干这个事 其实大家目的是一样 只不过说两个东西的目标 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也就是这边的教育行业 制定的规则的目标是不一样 在中国你必须高考考到600分700分才能上清华 在这边呢 你要想上藤校 你必须如果只是学习好 对不起 你不可能上哈佛斯坦佛 你还要需要文体上很拔尖 或者是做有很多的leadership 就是很有领导能力 你要去做学生会主席这些 这个规则不一样 但是家长都是一样 都是为了让孩子上好学 我自己也是在国内长大 你能感觉到就是孩子 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其实很多时候不懂 这是肯定在这方面 就是中国的教育和西方 还是有一差距 二相对很多人的理念来说 觉得是这样是可能不太正确的 就是我听说到我不知道是否对啊 在过去的十几年 中国这些东西也有慢慢的改变 虽然都是硬实化的教育 但是呢可能比之前稍微好一些 各方面的卷 一定是更卷 只是说他们不是说 像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语书外 这没了 现在有很多什么 各种相对来说 更发散的科啊 什么思维的科啊 各方面 我这是当然这是我听说的 相对来说 国外的教育体制 在大部分的时候 要比中国好 这点你不得不承认 比如说大部分的科研成果 或者最新的科技 都是在国外的大学里 发明创造 并不是清华北大 像西方的这种教育啊 它对于平民老百姓 是不是会不好 小孩子很多那个教育上的压力 实际上是家长额外给的 学校本身并没有给到 很大的压力 你觉得哪一种更容易 以后在社会上会有竞争力 这个小孩子来讲 首先我个人觉得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就是到哪呢 你不得不承认 如果一个家长 有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源的话 他的孩子也一定会得到 更多社会资源 相反如果这个家长 没有社会资源 没有那么多的话 他的孩子肯定资源也没有那么多 在中国也是一样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只能上学 课外班 可能都补不起 或者各方面的 连接也不够宽 在国外也相对来说是一样 但是国外的 就是普通家长的 家里的孩子 稍微我个人觉得 还是比中国的 普通家里的孩子 条件会好一些 拥有机会稍微会多一些 不会像真的是 是条件非常好的那种家人 但是还是好一些 比如最简单的 他们那些 公算是上公立的学校 但是呢 公立学校 因为是政府 有很多的补助 各方面会带你出去 比如说去拿 去长一些见识 然后呢 去国外去 带你去大学 去看或者研究 会长见识 因为对孩子来说 见识其实比知识 本身在很多程度上 更重要 有的见识 可以激发他 所以呢 在国外这些 中学以后 大学以后 很多政府呀 学校呀 会帮助孩子 给他们有奖学金 鼓励机制 让他们 就是能有 稍微好一些的资源 还是那句话 一定 还是不如 家庭条件好的 这些孩子 但是可能相比 中国的同等 这种家庭状况的人来说 稍微能 有更多的 机会一些 假如他在中国 是个精英家庭 在北美也是精英家庭 这个中国的精英家庭的小孩 他首先已经没有时间了 学校布置的作业 他要完成 可能就已经到了晚上九点 才能完成了 他就没有办法 像北美的精英家庭的小孩 可能去 请一个很贵的教练 或者老师 去给他培养某一项技能 这就是个很明显的区别 在中国的小孩 已经天然没有时间了 大部分你说的都是对的 这个是没错的 当然也 精英也算什么样的精英 尤其是北上广深 这些所谓的大城市 真的顶级一点的精英 他们的孩子 也都上的是国际学校 就跟国外的课本 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也是三点放学 然后也是打高尔夫球的 很多的 今天也不一定能把小孩 真的送进中国 最牛逼最贵的这种私校 对 这个没错 这就是我说 就是大部分的精英 也像你说的 在中国可能不太 会让孩子有这些时间 因为他们的学校 走中考高考这一路 那你就意味着没有时间 但是如果你再好一点家长 让孩子送去一些国际学校 他们就是学的 从小一年级 学的是国外的课本 然后呢 三点放学 那他们选择的这条路 就有可能像 国外的这些孩子是一样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 去国内的教育 他们可能觉得不太认可 所以才让孩子 在这边上这些学校 然后觉得 没有中国那么卷 但其实也很卷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他们觉得那样 应试教育出来的孩子 在未来 可能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都是还希望 西方的教育觉得更好 第三呢 这边 每个家长和人 都是现实的嘛 他们也是付出了精力 时间 金钱 也想得到回报 也想让孩子 啪啪疼 考疼校 那这样的话 他们也会算一笔账 在中国 你有多少个人去竞争 在这儿 竞争人毕竟相对少 而且呢 你接触的资源会多 最简单的 你能上哈佛 Stanford Oxford 牛津这些学校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在西方育养出来 第二 你去华尔街 你去硅谷 去上班的这些孩子 就是藤校里头才能去的 清华北大 中国那么多大学 加起来 有几个 最终能在 华尔街 硅谷当高管 有没有 一定会有 但是他那个比例 和在 藤校出来的比例 那是 我相信 肯定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我可不可以 这样理解 就是很多 作为北美的 基因家庭的父母 以后不管是 进入藤校也好 进入那种 西方的顶级的公司 去上班也好 拥有标准的 西方价值观的小孩 更容易走这一套体系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因为毕竟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公司是有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 而这个公司就是在西方 在美国 在英国 在澳大利亚 在加拿大的一个公司 你想让他有中国的价值观 或者最起码有一样一模样 中国价值观 是几乎不太现实的 而他的价值观就是西方价值观 而这些新的移民 所谓的中国人过来以后 第一反应 语言当然是最直白的 但是其实第一受不了的是一个文化的冲击 那文化冲击就是价值观的冲击 你去工作这些公司的时候 不管他面试 就算你通过了 你长期在那工作环境下 你能会显得一些格格不入 就算你能继续在那待下去 你有能力 但是你和同事和上司相处 大家都会感觉 如果这个家长从小让他 真的是从幼儿园小学出国 90%以上 或者甚至百分之百吧 都是为了让他在国外 有接受从小的教育 在国外生活 如果这个孩子是在真的高二高三 甚至大部分都是大学才出国的话 我也出国这么多年 遇到这么多人 有一半是想让孩子最后在这上个大学 研究生找个航空工作 在国外生活 有一半只是为了度个金想回去 因为你毕竟度了个金 我在美国外国大学上过学 然后回去是个海归 怎么怎么样 如果在这个年龄 18-19岁出国的话 一定有一半是为了 不是说每个孩子家长 把孩子送出国 都是为了让他在这留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 因为如果他这个家长 真的想让孩子从小在这留 他可能很小就把他送出来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 家里还是希望他回去 陪陪父母身边 或者国内甚至有自己的企业 需要去帮忙 需要甚至继承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 比如说在北美 在西方国家 如果在教育上 家长没有投入太多纤维的 是没有什么实力 他这个小孩子 可能很大概率 就是个非常普通的人 对 这一定的 你说这个词是用的是对的 概率 就是我可以根本不管孩子 这孩子那就是Elon Musk 他就是个天台 他自己就自己愿意学 那他也可能变成Elon Musk 只要你愿意去付出 为孩子时间和金钱上 大概率孩子会更好 如果你不愿意付出的话 大概率孩子不会特别好 因为毕竟孩子天性是 爱玩 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美国 他有很多的自由和包容 就像我刚才您说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说我的孩子 哈佛 斯坦佛 全额奖学金 然后中国家长说 哇 这个孩子好牛逼 都是全额奖学金 其实很多家长都不知道 如果他的孩子 是全额奖学金 只能说明一点 不是因为他学习好 是因为他家求 你就是考第一 但你家特别有钱 进哈佛 你也是要套钱的 所以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孩子真的学习好 你进去以后 哈佛会给你免费的 全额奖学金 让你孩子学习 你呢会 孩子会享受的是 会一个很有钱人的 家庭的孩子 学的是一样的东西 他不会因为穷 上不去哈佛 然后呢 平时如果真的要去一些 实习 都是去华尔街 有钱人家的孩子 能去华尔街 穷人家的孩子 也能去华尔街 其实在美国 在很多时候 也是相对来说 不叫公平吧 是相对来说 会没有贫富差距 那么大而显得不公平 因为很多就是 信息的不对等 在国内很多家人不知道 高尔夫球 在很多人眼里 以为或者就跟别的项目一样 其实根本不是 高尔夫球是直进大学 这对很多家长来说 就是 这完全是一个空白 他们听都没听过 而当这些家长听到以后 高尔夫球 可以让孩子 直接进入哈佛 而钢琴 我弹了十年 也只是加一个分 不能进 那你说 如果你作为家长 你会选择什么 因为两个东西 可能花的时间 金钱是一样 因为我问题 就是比如说 高尔夫球打得很好 他可以进 美美的名校 这是属于一个公开信息 还是 这是公开 这个不是隐藏的 只是说 那为什么别的家长不知道呢 首先是这样的 你所谓的家长是谁 这中国高尔夫球 也是个到现在来说 也是个小众的 一个项目 所以知道人也不多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在国外来说呢 而他们这些孩子 家长教育孩子呢 都是孩子兴趣为主 不会说 我就是为了让你爬疼 或者什么 在国外的这些家长教育 就是你喜欢做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你要真的喜欢做 我去支持你 而且其实在国外 有很多 比如最简单的 NBA 在NBA的那些球员 在进入NBA之前 他都是要打NCAA 什么叫NCAA NCAA就是美国大学职业 校队 哈佛有大学学校队 只是说看你想要去哪种方法去做 校队的助理教练 他们是负责招生的 他们会天天看每个比赛 他们就跟中国的那种星探 就是猎头一样 他们就会看每一场比赛 哪个孩子 十六七岁的打得好 他会主动去联系你 等于是只要比赛打得好 就等着学校来发入学通知书 对啊 就打得好 就有可能会进名校 对 打得好就一定进 不是有可能 是一定 这是一定的 因为每年比如说 这些顶级的同校 他是这样 每年顶级的同校的校队 都会招收两个球员 哈佛和斯坦佛 他们本来就有高尔夫球校队 对啊 他们每年就必须要补充新学员 他们一个校队有八个人 男队八个 女队八个 大学四年 大一有两个球员 大二有两个球员 大三有两个球员 是男队女队也是 所以每年是四个名额 所以今年毕业了 大四的人毕业了 就有四个空位 所以他必须守着 只要你孩子打的是世界前级 他就会招你 在美国顶级这些大学有 二百个大学都有大学校队的 但是你要长青藤可能就算二十个 比如说二十个 二十个每年输四个 那也就是八十个 对 全世界你要到近前八十名 你以为那是容易啊 但相对来讲可能比其他的领域容易 对 所以这就是家长双礼皮仗 其实也是很难很难 总比你去搞体操 你不可能才叫奥运会 对吧 你不可能 而且他没有体操校队啊 对啊 而且还是那句话 他是有校队 他只是个加分 但是你学下分 不能太操吧 当然不能太操 而且相对来说 这些打高尔夫球 真的比如说哈佛啊 斯坦佛这些孩子 把高尔夫球摘出来 他们的本事 也能考上哈佛和斯坦佛 能打哈佛和斯坦佛的 这些孩子的家庭 一定是相对还不错的 他们对孩子的文化教育程度 是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校队是每年必须找出人的 那其他的 比如说除了高尔夫 还有什么 比如说篮球应该也有吧 您是黑人吧 除了姚明 你看看亚洲人有几个打的 都有篮球校队 这就是中国家人很聪 也不知道很聪明 大家都很算这个礼账 你觉得你在孩子篮球身上 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 你不用说打顶级的黑人 你就街头随便拿一个 刘安瀚黑人说出来 在你头上扣个篮盖个帽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他们都有什么校队 这些名称 很多 首先橄榄球校队 中美北美有四大联盟 篮球 NBA联盟 他有篮球校队 然后有橄榄球校队 有棒球校队 有冰球校队 这是一定有的 然后呢 还有很多别的 比如说像什么划船 基建 或者这些小众的 而且不是说每个大学 都是有同样的校队 有的大学有这个校队 有的大学有那个校队 看他擅长什么 这些都会有 所以这太多了 而且在国外是这样 尤其北美 北美的大学是非常非常 注重孩子的体育方面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边 加拿大 美国 这些家长真的要卷这些体育 不管孩子学什么 一定要有的 因为这边的学校 就认为孩子的身体 体育能玩得好 他的学习 他的意志 才能好 这是一种标准 同盼的标准 而在中国以前的理念里头 就是 头脑简单 四十发达 而在北美这边 真的你如果孩子学习再好 但是体育不好 当然你说你说你如果 爱因斯坦那种脑子 真的太聪明了 那当然不一样 那大文就是你普通中上等学习好 但你文体不好的 好的大学都不会一样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 像这个橄榄球肯定不适合中文 对 橄榄球冰球都是撞的 篮球要 棒球其实是一个脑力运动 不是个体力运动 但是这个都对于亚洲来说 比较小众 只有韩国人日本人玩得好 中国人玩得好的很少 你比如最简单的一个 但是中国人都知道 国外零 国外零是 现在中国应该全世界华人 比较在国外比较出名的 然后呢 形象又好 滑雪又好 它是斯坦福的 但是斯坦福也没什么标准的滑雪堆 它也不是因为 就是单纯的滑雪好 进了斯坦福 它不是的 它是因为真的学习好 然后再这样滑雪 它是进了斯坦福小的 所以你说滑雪是让它进斯坦福的唯一原因吗 它不是 它是滑雪只是个加分项目 但是高尔夫是很有可能 因为进入校队 直接成为一个 进入这个学校的一个敲门砖 它不是敲门砖 就是个钥匙 就是个钥匙 你只要打到世界第一 斯坦福一定是受你 你想能不能小心 所以你是在很多领域专门选择过 还是选了高尔夫 打高尔夫球的这些家长呢 之所以能让孩子选择高尔夫球 一定不是说拍着脑门 或者听别人一说 一定是经过深思处理的 因为毕竟要花这么多时间和金钱 他们不是开玩笑的 而这些家长大能的考虑原因 比如在温哥华来说 滑雪呢就是一真的是 滑雪其实它归于极限运动 确实作为华人家长来说 大部分绝大部分的 还是觉得这个心疼孩子有危险 而高尔夫呢 就是最多扭个手腕 背部拉伤一下肌肉 而且高尔夫球再来说 它是一个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运动 高尔夫球也存在一个社交属性 家长都要去衡量 他花的时间和金钱 最后能得到什么 而高尔夫球是 进入能让孩子进入好的大学疼校 相对来说最直接的一个办法 而什么钢琴呀 折了纳的花雪是不可不太 尤其是花雪是不太能进的 包括国内比较出名的这些 呃家长 比如说什么刘国梁刘指导啊 国内现在还有很多这些文体类的家长 他们都让孩子都是 什么乒乓球队 体操队什么阳威 他们孩子你问的都干什么都是打高尔夫 就目前来讲你们培养小孩子高尔夫 分别的技能也就是请个好演的教练 然后尽量多抽时间陪他 说的很简单你说啊请个好的教练行 但是请个好的教练能是最难最难的 贵的教练就好啊 嗯不一定训练起来非常的match 然后呢他也有能力就像我说的孩子跟我自己打半个小时都不愿意打 很大打可以打八个小时还不嫌累 第二呢这个教练的能力很强 他也带出很多很厉害的选手 第三呢这个教练是我能找到全文的话就敬业的 因为最大头的都不是这样 你不管是钢琴哪什么基建哪 你大头的费用是拆旅费 没错包括你培养一个孩子角度里培养五到八年嘛 那这五到八年你要去多少个国家去多少个球场打各种比赛 各种或者是去刮摩学习的比赛去参观呢 这个钱那就没法计算了 一个孩子要去弹钢琴 纽约从温哥华去 这温哥华很多孩子一到每年有一次机会去看那机去表演 就是这两天吧 或者和高尔夫就一样 他们可能就去一个周末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孩子得买机票 然后呢你要跟着去 如果家里还有个孩子或者就你们两头都想跟着去三个人 如果高尔夫球的话 正常的话你是要带上教练一块去的 因为他是你的球童 比赛时候你需要他往返机票八百块钱 单趟四百块钱也不贵吧 你四天的时间你得住酒店吧 你酒店你给教练一间 你们家人就几一间 也不说顶级吧 三百块钱 四天的时间你算吧 比如说是一千二 那两个房间就是按两千五 然后呢机票一个人一千块钱 四个人就是四千 然后你要租车 你要吃 再加上你把教练或者这个老师 钢琴老师带进出去 一天可能比如说一千来块钱 一个周末就是一万多 所以你们这种精英家庭 培养小孩一般老百姓可不可及 这样付出为孩子付出的家长在北美这边 比例已经是极少数的 但数量其实也不少 那没错 有钱人太多了 对 但是呢最终能出来成绩的也是少数 那你不出来成绩这些家人 你觉得他冤不冤 他不仅花时间和金钱 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公平和不公平 我们这种家长甚至有时候觉得不公平 花这么多时间金钱他也没出成绩 然后很多家长说 你们都花时间金钱了 怎么怎么样 我也认识这儿最温度花 有花人圈里头孩子叫最好的这些 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些高尔夫球家长几乎一样 就是花时间花金钱 普通的孩子一个星期去花一天 那个孩子一个星期就是七天 三点放学 三点半送上山 花到晚上八九点 回家直接车上就睡一秒钟就睡着 那就你这个圈子的家长 他们一般都培养小孩什么 钢琴是比较多 画画 鸡剑 滑雪 高尔夫 在美国时候也打比赛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家长 她是一个越南人 孩子是个闺女 打得挺好 之前呢有打过世界总决赛 然后我跟她在那聊 说那明年打不打了 她说不打了 我说为什么不去啊 她说去一次要花五千块钱 没有必要 她觉得她要把钱花在刀上 为什么她孩子可能如果没记错 那闺女可能就是10岁还11岁 她早她就是省能省的地方 她一定要省啊 比如说真的十六七岁的时候 再这样 如果一个家长想培养孩子任何方面真的是做到顶级 就是大部分能走到这一步的家长都是非常懂 比如最简单的老虎 家里是可能球 但是老虎的爸爸是很懂高尔夫 是高尔夫球的 不仅是顶级二号手也是高手 肉死的爸爸 也是在中国最早一批打高尔夫球的人 比如说 我不了解画画 我不了解钢琴 孩子学再好的画画的钢琴 我坐到旁边 我听他 我也不觉得他是好 我也没有兴趣 朗朗的父亲 从小打他 是因为朗朗父亲就弄到你 他懂这些 国外灵的妈妈是滑雪堆的 作为一个父母 你想让孩子成为那样 最起码你要自己惠子 做这个 现在很多女孩的家长 都愿意让孩子去打高尔夫球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通过高尔夫球 要爬藤校的难度 要小于男孩子爬藤的至少十倍以上 你是说 玩这个高尔夫的女孩子是少对吗 对 只要有少队就有女子 有男子有女子 那这就是个机会啊 那天天把孩子晒的黑的女孩 尤其亚洲家长 白白白白净净的 这是第一 二呢 不是每个女孩都受得了风吹雨淋的 第二呢 就是女孩的心智要远远早属于男孩 比如说一个十岁的女孩的心智 差不多就十三到十四岁的男孩的心智 就是因为我们高尔夫球家长的话 男孩和女孩的比赛 都不是一个世界的网上可以查的数据 现在社会 LPGA就女子职业选手 从业余转职业的平均年龄是21岁 但是男子 PGA转职业的平均年龄是27岁 就高尔夫球界的这种家长 真的玩了顶级的孩子十三四岁都是要退学的 然后因为私教队出勤旅有要求 而这些孩子每天是全世界比赛 可能一星期只能参加三天的课程 那说那个学习怎么办呢 北美这边叫Homeschool 请家教给他上课 北美JJ有个东西叫SAT吗 不管你中学在哪上的 只要你去考那个SAT 也就是北美的高考 他看那个分数嘛 同样是跟你一样 就是培养小孩子旺高尔夫方向发展的话 平均要花多少钱 这个其实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这个没有个下限额上限 我认识最少吧 一年平均花个一两万 平均三五万加币 他们如果带小孩子去打比赛 或者是参加一千锦标赛什么的 这样的投入会是多少呢 如果是一年去几次的话 然后都带上教练的话 差不多就是十万 十万块钱应该差不多 很愿意培养孩子的话 一年培养二十万三十万 这都是很正常的